嗨大家好我是菅妮爱吃锅 很多人都问我跟我先生是怎么认识的 那我刚好今天我有空 那我跟大家说一说 你知道我跟爸爸是怎么认识的吗 他求我 没错 因为他们之前一直问一直问 为什么会喜欢爸爸会嫁给爸爸 所以我们平时就会聊到这些 那因为我先生他是去大陆那边工作 然后呢 我也因为一些事情 然后呢也很早就工作了 我跟他认识呢 是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 对就是跟现在一样很乐 然后呢我在地下商场里面 连锁的美妆店里面上班 然后那时候我们店里面有几个女生 我们的薪资是底薪加提成 所以呢都需要做自己的业绩 我们店里面有四五个小姐妹 包括店长 那我们就会轮流去接单 那刚好那天下午的时候呢 一个男生进来了 背着一个黑色的包 然后呢我的另外一个同事就说 哎是你接的啦 然后呢其实呢并不是我接 因为他觉得这男生不会买东西 所以呢就叫我去接了 因为那时候我还算是菜鸟子 然后就就轮到我接就我接吧 嗯然后呢我就跟他说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 然后他然后他对我笑了一笑 然后呢就开始在那里灌 他说我先看我先灌一灌 灌来灌去灌来灌去 都摸摸心摸摸 然后我心里面在想 嗯虽然心里在想 但是呢还是会去给他有意无意的介绍 那你们知道在大陆的很多的这种化妆品店 就像我们这种做服务行业的 因为需要业绩 所以呢都会都会推销的目的性很强 在台湾这边反而很少看到 包括在康世美啊去城市那些 都是有需要才去询问那些店员 那我们就不一样了 我们就会跟他说 哎你皮肤还不错啊 呃平时都在有保养吗 嗯今天需要些什么呢 哎像这个你现在拿到这个还不错用哦 哎这个化妆棉很好用 然后我然后他应该觉得我的服务 呃我太热情了 所以呢他就半推半就的买了一盒化妆棉 对所以呢我那个单是 是有成交成交一盒18块钱一盒的化妆棉 结果他拿回去之后呢 他说不好用第二次又来了 第二次又来了 然后呢他上次的化妆棉不太适合他 而他问我要不要给我 然后我说嗯做服务行业的吗 是最怕遇到对方用到不合适 然后要退或者是要换 要换还行哦 最怕遇到过敏的要退的 然后就真的很烦 嗯所以呢他就给我直接送我 我说那好啊 那你再看看今天还有没有其他需要的 然后呢给他介绍面膜啊 介绍有的没的 然后呢就这样子聊天 然后他跟我说哎你们有必要权的东西吗 我说标权的东西有啊嗯我问他他说水跟乳 呃那时候是要保湿水吧哦虚后水好像是 我也忘记了太久了 我们店里面当时是没有的 然后呢我就给他订了然后留了联系方式 然后就这样等到我到货的时候我就跟他发讯息说哎我说你你订的东西已经到货了 看你什么时候过来娶 然后他过来娶的时候呢 那天我并没有接到他 是我另外一个小姐妹接的 对接接待他的 然后呢我那小姐妹 卖了他一盒面膜 因为那面膜是我之前有说过的啊 结果我小姐妹就是打到他那边去了 所以我心里就是很生气的 对因为我们因为我们那个面膜提层还蛮高的 所以我就跟我小姐妹说哎我说哎那这不是我的吗 他说没有啊他说你有讲过吗 我说对啊我之前就跟他讲过啊 嗯然后后面就又给我又还给我了 哎反正就是在服务行业嘛 其实同行之间也蛮竞争的 包括同事之间也是有些时候气氛也是蛮 蛮那个的啊 但是我们店里面算还是不错 因为我们店长的话人也很好 那我们继续说回去啊 然后他买了之后 嗯又来了又来惯了 我觉得这个男生还蛮奇怪的 怎么那么爱逛街啊 后来才知道他因为是工作需求 因为他需要再就要不断的跑市场 后来又跟我买那个 哦他跟我说他买了一盒那个 买了一支雅样的防晒酸哦 他说不好用哦我要不要 我说那你也可以啊 反正我用了不会过敏 你要给我当然好啊 然后他又拿给我了 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就这样子 有加微信吧好像是 然后一开始聊天 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 聊着聊着就成为男女朋友了 就还蛮奇怪的 明明我当时就是想卖他东西 钱没撞到还把自己给搭上去 这男人太有心机了 后来我们差不多交往半年的时候吧 然后他说他要回去了嘛 因为他妈身体不是很好 然后要回去了 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在想 哎这这这恋情又缓了 因为他要回台湾了嘛 远距离恋爱其实还是蛮不靠谱的哦 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想说那回去就回去 尽管是很舍不得哦 但是呢还是因为我是一个 很会去调整自己心态的人 然后呢继续在这边工作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还继续交往 其实很大应说是因为他 因为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他几乎每天晚上都给我打电话 聊一两个多 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其实我并没有 并没有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有空啊 跟他交往的时候 他真的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很绅士的一个人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从来不知道男生 在过马路的时候是会帮女生 自拦车的 他用他的身体挡住车流的部分 对让我安全的过去 吃饭的时候啊 他帮我主动移椅子 等等等等等等 反正很多很多很多小细节的事情 就是让我还蛮感动的 包括他回台湾之后 然后我们继续异地练 然后呢每天都无时无刻的去电话 嗯 虚寒问暖 其实刚开始还蛮新鲜的 可是等到你中途的时候 你会觉得其实还蛮累的 当你感冒 当你生病的时候 当你工作有压力的时候 他并不在你身边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觉得 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呢 我是有 我是有想过放弃的 我记得那时候 每次电话 每次电话的时候 我都 我们问的最多 我问的最多就是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什么时候来 你什么时候来找我 对 差不多就两三个月的时候来一次吧 然后 然后我知道他在这边也有工作 我还记得 就是记得让我最感动的事情 就是他自己 他自己每次都坐飞机 都是从台湾去香港坐转机 然后呢 再从香港再转到那个 转到我那边 嗯 听他说最惨的一次是 钱都没了 在机场只能吃泡面 所以呢 当我父母亲很反对的时候呢 包括我的同事们 他们都很亚裔的说 嗯你知道嫁去吗 包括我的 我们 我们公司的老板 他们也 他也问他说 哎 你知道他家做什么的吗 你有去过他家吗 我说我没有 可是我就是很相信他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 一个人 我觉得外人他不知道 但是 身为我跟他 日夜相处的人 我觉得 他对我是不是真的好 是不是值得我信任 我觉得没有谁比我更清楚 所以呢 在很多人反对情况下 我还是来到了这里 不管以后的路会如何 至少我现在是很认真 很认真的想要跟你过下去 哪怕是最后真的不好 那我也认 我真的认 对我也 我也有做最坏的打算 我也怕他骗我 其实呢 我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勇敢 但我在我们最后办政见的时候 我还是退缩了 我跟他打电话说 我们还是分手吧 因为我还是害怕 对 可是呢 所以这就是出现我 我女儿刚才说的 我老公 我爸爸求我 对没错 他打着电话哭着跟我说 不能没有我 所以我才来的 而且他还跟我爸妈写了保证书 我先做 保证书 我目前 我不知道我妈犯哪里了 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们看 谁先过来的 谁先过来的 我这个办 我为什么我家人会反对 因为其实我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我爸妈都会反对 所以呢 他们反对是正常的 毕竟家这么远 而且 就是他们说的一样 如果对方家境好的话还好 如果家境不是很好的话 以后你要怎么回来 但是我就很天真的说 没关系啊 我自己可以自己工作啊 对 我自己可以赚钱 我靠自己就好了啊 然后我外婆他们也都说 家那么远啊 每次回来又不得来 去又不得去的 可是那时候就不会想这么多 我觉得很近啊 坐飞机才一个多小时而已 哪有远啊 随时想回来就回来啊 当时是这么想的 可是现在呢 我才知道 长辈们呢 他们说的也有道理 后来我因为工作的调动 然后呢 去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城镇里面 然后呢 去担店长 然后呢 去学管理等等 一些有的没的 事情也很多 然后呢 又还得要跟他异地恋 但是有很多人追我 可是呢 因为我是个有良心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要去脚踏好几只床 因为我会良心不安 所以呢 我是 很认真的跟他交往的 尽管他 有一次坐飞机来我这边 看到我手机里面有陌生男生的讯息 陌生 陌生男生的讯息哦 他问我 这是谁 我说这是朋友啊 他说朋友吗 我说对啊 这是朋友啊 因为我不喜欢他查我手机 我也不会查他手机 因为我觉得彼此在一起 就是要彼此信任嘛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哎 不可能因为跟你交完 然后我就不能有一心朋友吧 对 毕竟我每天都要接那么多 接那么多客人 我不要做业绩嘛 我不要工作啊 那时候我是真的还蛮小的 才20岁左右 所以呢 但是我真的完全就没有想过要结婚 我只是想要跟他 呃 躺几场不一样的恋爱而已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怎么就结婚了 所以台湾男生 不要碰 呵呵呵 所以啊 嗯 就是这样 嗯 最后呢 我朋友 我以前同事他 他老公是做音乐的 他有给我们 他有送我们一首歌 词是我写的 但是由他有改一些 那 我给大家唱一段 哈哈哈哈 好 你端发带情香 和我很好的模样 温暖的花语 还依留在耳旁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咯 感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 我感谢大家